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共同讨伐礼秘 接着 隋扬帝又征召留守燕帝的左育卫大将军薛世雄 率领当年征讨高购力的三万精兵南下 沿途所欲叛军一并检出 当薛世雄的军队途经河北时 盘踞乐寿的长乐王窦剑德立刻放弃城池 率领步众向东逃窜 薛世雄见此情形 认为窦剑德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 从而放松了警惕 但他却未曾想到 这一切是窦剑德营造出的假象 此时的窦剑德并没有随着大部队东逃 而是暗中率领数千精坠 埋伏在河间郡南部的水坡中 待薛世雄重计不设防备后 窦剑德亲率一千死士 偷袭薛世雄的大营 在漫天大雾的助攻下 窦剑德不冲入随军大营肆意砍杀 惊慌失措的薛世雄步众顿时大乱 自相踩踏而死者多达数万 薛世雄在大雾中无法指挥军队 只得率领数百骑兵狼狈而逃 不久薛世雄便在逃回北方的途中羞愧而死 窦剑德则在击败随军后 召回东晋的主力将河间包围 至九月河南山东再次爆发水灾 致使大量百姓流离失所 恶嫖遍地 隋阳帝下令 由黎阳仓播发物资 振际在民 但由于江都通往北方的道路多被阻绝 加上黎阳仓官员执行力低下 使得隋阳帝的照命迟迟未能实施 观察到这一情况的徐世纪 立刻对李密说 天下大乱 本就是因激进而造成的 今若能夺取黎阳仓 大事记忆 李密也深以为然 便派徐世纪率兵五千 游武园渡河北上 会同元宝藏 郝孝德等人 成功占领黎阳仓 李密下令打开仓门 任游灾民取用仓中物资 就这样 隋阳帝挽回口碑的最后一根稻草 被李密接呼 短短十多天的时间里 李密便牢牢抓住了百姓的民心 武安 永安 易阳 齐骏等地先后归降 前来投奔的士兵多达二十万 就连窦建德 朱灿等势力 都派来使者表示归父 直至此时 隋阳帝调遣的王世冲等人 才赶到洛阳会合 留守洛阳的岳王阳洞 立刻让刘长公领兵 与王世冲等人会师 原本隋朝的各路援军 都要听从薛世雄的解读 但河北一战 薛世雄不溃散 隋阳帝只好将洛阳各军的指挥权 交给了王世冲 王世冲率领着洛阳各军十余万 与聚首落口的李密隔落水对峙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李渊已经吸渡黄河正式攻略关中 而王世冲与李密则在洛阳 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拉锯战 略记中说 王世冲攻打李密无往不破 而河洛记和记载李密的 蒲山公传中则说 双方三四十战 王世冲多有败继 随着瓦岗军的声势越来越大 曾经的一把手宅让 以及宅让身边的亲信们 心里越发感到不平衡 于是就有人劝翟让出任大总载 总理政务架空李密 更有翟让之兄翟红 直接对翟让说 天子只可自己做 哪能让给别人 你若不做 我当为之 不过 翟让和他的小团体这些举动 早就被李密派人监视得一清二楚 从翟让让位开始 李密便从未对他放下过戒心 但碍于自己是空降领导的身份 李密平日里做事 谨小甚微 不一疏实 身居漏事 子女真丸 一无所取 还以李贤下士的姿态 逐渐拉拢到了瓦岗军内部 对自己的支持 于是 对于此时 翟让团体的异动 李密终于能有底气 选择 铲除后患 至11月 李渊已经入主大型 王世冲则在越王阳洞的压力下 再次向李密发动进攻 当时双方在石子河两岸扎营 李密利用这个机会 故意令翟让为先锋 向王世冲发动进攻 翟让战事不力 向后退却 王世冲率军追击 试图乘胜攻破李密的军阵 却没有留意到 此刻王伯当陪人机正领兵绕后 截断了随军的归路 李密也在正面发动猛攻 王世冲父辈受敌 大败而归 李密此战一石二鸟 既消耗了翟让的步众 又击败了王世冲的大军 第二天 毫无防备的翟让来到李密营中 准备与众人厌引庆祝大省 宴席间 李密令人取出一把梁弓 送到翟让面前展示 翟让被梁弓吸引 一时寄养准备张弓试射 可就在弓弦拉满之际 李密安排的一名壮士 出现在翟让身后挥刀砍下 翟让当场身亡 随后又是几刀 为己反应的翟让亲信翟虹 王如信等人应声毙命 大仗之内顿时陷入混乱 翟让会下部将徐世冀 急忙向帐外冲去 却被门口的士兵砍成重伤 多亏王伯丹看到 及时喝止 加上善雄信向李密求情 徐世冀这才保住性命 李密对众人说 接着李密让瓦刚军老人 善雄信前往翟让的营中宽慰 世俗 待人心稍稳之后 李密单济入营 安排徐世冀 善雄信 王伯当 分割了翟让的部众 至此 瓦刚军内部尴尬的二元格局 得以统一 而李密在解决 肘叶之换后 自认为兵强马壮 足以威震天下 早些年伪装的锦小慎威 逐渐退去 性情日益 骄纵起来 而对于瓦刚军内部的这场变故 已然占据关中 拥戴杨幼为帝的李渊 自然是希望中原越乱越好 于是 他向李密发去书信 不吝义美之词来麻痹李密 另一面 则趁李密无暇西顾之际 向关中四周开始扩展势力 此时 天水的薛举 已经吞并了唐弊的部众 号称佣兵三十万 派薛人稿包围扶风 意图东进大行 李渊急令李世民领兵前往抵抗 同时派江末斗鬼出散关 李孝公安抚山南 李世民在扶风城外大败血人稿 一直追击到拢山方才班师 吓得称帝才半年的薛举 现场学历史 问大臣有没有皇帝投降的先例 而李渊凭借着隋朝中央正统的名号 成功使平梁 河池 扶风 汉阳等地归附 不久 进军山南的李孝公部 也顺利击败朱灿 打通了由西城郡进入蜀地的通道 一个月后 云阳令詹郡和武功宪政李仲滚 奉命率军南下 一路势如破竹 巴蜀之地 尽归李渊手中 而在此期间的东缅 与刘文静相持一跃有余的趋突通 再派桑显河向刘文静发动夜袭 刘文静力战不敌 三座营垒 仅存本镇苦苦支撑 刘文静也被刘史射中 不中士气跌入谷底 可就在这时 已经击战一夜的桑显河认为 士族疲惫不堪 于是下令全军开反 刘文静立刻抓住时机 分兵夺回丢失的两座营垒 又与从山南迂回到桑显河身后的骑兵部队配合 前后同时发动反击 桑显河在锅碗瓢盆中 方寸大乱 简易申免 遭此大败的屈突通 又从李渊的劝降使者口中 获知大星已经陷落 走投无路的他 只好留桑显河守同管 自己率步向东前往洛阳 可屈突通前脚刚走 深知自己已是绝境的桑显河 便向刘文静投降 还与刘文静的两员副将一起向东 追赶屈突通的部队 屈突通见身后追兵已至 便在仇丧结阵备战 桑显河对随军士兵大喊 京师已经陷落 尔等亲属都是关中之人 又能去哪儿呢 早就是绝境孤军的随军士兵文言 纷纷放下武器投降 屈突通自知大势已去 向东南跪拜大哭 臣力去兵败 不负陛下 天地神志 实所见察 随后屈突通被钱 押往大行 李渊念及去图通 忠义可嘉 于是封他为兵部尚书 蒋国公 兼任李世民的行军元帅长使 随后 刘文静继续率兵东晋 占据洪农 新安等地 连接了前往洛阳的通道 公元618年正月 内外局势一片大好的唐王李渊 进一步获封 剑旅上殿 赞败不明的特权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东都洛阳的越王洋洞 在城内 梁价已经飙升至3000钱一斗 居民饿死者多达十至二三 在城外 王世冲与李密的战事 仍然陷入胶着 胜负难分 杨栋只好再发洛阳城内 士兵7万支援王世冲 王世冲在获得洛阳援兵后 旋即在落水北岸 向李密发动攻势 随军出战告捷 王世冲率领主力 囤住于拱县北面 即日后 王世冲下令各部修建福桥 要跨过落水 向李密囤住的落口舱 发动总攻 但王世冲各部修建福桥的速度不同 有的部队已经成功渡河 而有的部队还在打桩架桥 导致全军攻势前后不移 王世冲见状 担心大军会陷入混乱 联盟下令明金受兵 但他却不知此时 渡过落水的王辩 已经率兵向瓦岗军发动进攻 并成功攻破李密营寨的外墙 正当李密部众即将溃败之时 王辩收到了撤兵的命令 随军只好退去 李密则抓住这个时机 率领赶死队冲出反击 随军因此大败 争相上桥而逆亡者多达数万 王辩也死于乱军之中 王世冲仅以身免 再遭大败的王世冲 不敢回到洛阳 只好收拢部众前往河阳 但士族衣甲都在渡河时打失 加上正月里的低温 一夜之间 沿途冻死者又有数万 最后仅有残兵数千 与王世冲抵达河阳 王世冲向杨栋请罪 杨栋当然明白 除了王世冲 眼下根本无人可用 只得对王世冲赐予金箔 美女多加宽慰 王世冲收拢残兵一万 聚守韩家城 不敢再轻易出战 而李密则趁着这次大胜 率兵西晋 占据金庸城 随后聚集大军三十万 列阵盲山 向洛阳上春门逼近 杨栋慌乱间 令紫金光禄大夫段达 和民部尚书维金 率兵抵抗 然而段达一出城 就被李密的军阵吓破了胆 当即率部逃回城中 李密派兵追在段达的身后 一举大破随军 维金战死 东都城内人心惶惶 周遭零散的随军抵抗部队 纷纷向李密投降 窦建德 朱灿等人 趁着李密大胜 派遣使者前来 劝李密成帝 但李密却坚持认为 东都未平不可一辞 做官洛阳局势的李渊 在这个时候 以李建成为左元帅 李世民为右元帅 统军十余万东晋 表示要救援东都 但东都官员都明白 李渊这是侯景声称清军策 没安好心 也选择了闭麦 不做任何回应 李建成李世民 在抵达洛阳后 虽然城内有人 愿做内应启示 但李世民认为 官中心定 尚无力控制洛阳 于是他们和李密的军队 象征性的一番物理接触后 便引军而还 不过 比洛阳局势还惨的 是必居江都后 已经连续两极 没有细分的随阳帝 北方的崩盘 与官中的失线 让随阳帝的内心 彻底躺平 整日沉迷于声色五月 一直消沉 然而 也正是因为随阳帝的 摆烂举动 使得他身边的随军精锐部队 萧果军 日益不满 在公元613年 大业九年时 随阳帝 鉴于第一次攻打高沟黎 诸将不用命的情况 于是下令招募百姓 骁勇果敢者 组建成为萧果军 其目的 一是为了二征高沟黎 二则是随阳帝 希望在关隆 勋贵主控的辅兵之外 建立一支 完全听命于自己的直属军队 后来在二征高沟黎 和镇压阳旋感的过程中 萧果军都表现出极强的战斗力 但在燕门之围时 坚守一个多月的萧果军 损失惨重 此战过后 随阳帝的安全感 急速降低 原先数万人规模的 萧果军 随即被大量扩充 于是 在随末天下动乱 伏兵基础崩坏殆尽的背景下 萧果军逐渐成为 随朝最重要的军事力量 但当李渊攻占观众 驱途从战败归降的消息 传至江渡后 本就是以观众人为主的 萧果军内部出现骚动 人们都希望随阳帝 能带领他们早日回到家乡 但此时的随阳帝 却仍旧每日欢歌艳艳 丝毫没有北归的意思 于是 越来越多对随阳帝 失望的萧果军士兵 选择私下逃亡 到了这时 随阳帝才终于晃了 尽急问济于裴举 裴举说道 随阳帝文言大喜 下令将江都境内的寡妇 女子聚集到宫内 任由萧果军将士挑选 此前就有监巫 或者私通妇女 尼姑女官的士兵 只要自己自首 便将女子许配给她 在这番丧心病狂的操作之下 萧果军士兵的情绪得到了安抚 但除了萧果军 亲属 财产 权力 皆在关中的关隆勋贵们 却并未在必居僵渡的过程中 获得任何利益 反倒是 丢了老家 他们对随阳帝的不满 与日俱增 如果说公元613年时的 阳选感之乱 是随朝统治阶层内部的 第一次分裂 那公元617年的 李渊 晋阳起兵 则预示着随朝统治阶层 已然分崩 各勋贵在随阳帝的统治之下 已经无法维持自己的利益 他们不愿与随朝这艘巨轮 一起沉没 就必须在乱世中 寻找新的出路 于是 一场围绕在随阳帝身边的危机 正在酝酿 而此时 随阳帝却提出了 要定督丹阳的想法 向朝臣摆明了自己 无心北归 准备做个偏安政权的态度 顿时 江都朝堂内 炒作一团 江南士族认为 这是自己作为本土势力的 天赐良机 而关隆勋贵 则断然无法接受 抛弃家业 将寄人离下的生活 当随阳帝 要建造丹阳宫的照明 意境发布 越来越多的 萧果军士兵 甚至连同军官 虎奔狼将斗贤 都率不逃亡 而随阳帝 对他们的态度 是进阶处死 渐渐的 萧果军内部的不安情绪 不断扩大 曾有宫人对萧皇后说 宫外传言人人欲反 宫人想将情况 禀报给随阳帝 萧皇后没有阻拦 但获知消息的随阳帝 没有追查谋反之人 反是将宫人斩杀 不久之后 深受随阳帝宠信的 虎奔狼将司马德勘 对自己关系交好的 虎奔狼将原理 和直格赔钱通说道 如今陛下要修建丹阳宫 势必是没有返回 关中的念头了 现在 萧果军内人人欲逃 我欲禀名陛下 但陛下性情猜忌 厌恶听到 士兵逃走的消息 我怕说了 会因此被杀 但若不言 士兵逃亡后 我又会被至罪灭族 进退都是死 哎 该当如何 原理 赔钱通文言 都表示出同样的忧虑 于是三人共同商议 与其坐以待毙 不如联合肖果军的将官 一同出逃 在司马德勘的主持下 三人开始分头 拉拢同伙 内使社人袁敏 虎奥狼将赵醒书 鹰阳狼将孟炳 福喜狼牛方玉 职长许仁红 薛世良 城门狼堂奉义 伊正张凯 薰氏杨诗兰等人 纷纷加入 他们经常聚集在一起 商议出逃的计划 曾有人提醒萧皇后说 常听到禁卫军士兵 提及谋反之事 但有了先前处死 宫女之事 萧皇后深知 即便告诉了隋阳帝 也于事无步 于是畅战说道 面对如此危局 隋阳帝也并非全然不知 他曾专门挑选了数百名勇武过人的官奴 称为吉使 平日里对他们厚赐金银 功与作为拉拢 让他们驻守在玄武门 以防不测 但隋阳帝又似乎对这样的安排 没有太多信心 他曾照着镜子对萧皇后说 好偷景 谁当卓智 于是 隋朝在这样一种颓废的氛围中 迎来了自己最终的归宿 没过多久 萧果军将士密谋的消息 便传入了将作少奸 宇文智吉的耳中 宇文智吉是隋阳帝心腹宇文树的次子 宇文树死后 其长子宇文化吉 承袭许功爵位 霍锋又屯位大将军 次子宇文智吉为将作少奸 三子宇文氏吉为中书侍郎 作为关隆集团出身的宇文智吉 很快就意识到 这是扭转关隆集团当下困局的重要机会 在好友赵行书和外甥杨士兰的眼见下 宇文智吉与萧果军西桃的主谋 司马德康会面 司马德康原计划在3月16日时 夺取进军12位的军马 截略城内居民财务后 率军西桃 但宇文智吉 依然决定要利用这支隋阳帝 仅存的军事力量来扭转局面 于是对司马德康说 主上虽然无道 但非令尚在 清等若逃去 只会如窦贤一样 自取死路 今日天要亡随 海内群雄并起 翁兴反叛之人已有数万 若能借此行大事 正是帝王之夜也 有窦贤出逃被杀的前车之简 司马德康等人 思索片刻后 同意了宇文智吉的说法 众人商议之后 一致决定推举右屯 为大将军宇文化吉为主 当宇文智吉 将萧国军将官的决定 告知宇文化吉后 向来不寻法度的 长安清博公子宇文化吉 顿时下得脸色煞白 冷汗直流 过了许久之后 宇文化吉这才缓过劲来 同意了宇文智吉的观点 至此 原本由萧国军中下层军官 随杨帝晋士所主导的士兵划变 转变成了一场 由关隆勋贵直接支持的 军事政变 公元618年3月1日 宣告隋王朝灭亡的江都兵变 拉开序幕 司马德堪首先派许红人张凯 在萧国军内部散布谣言说 随杨帝担心萧国军士兵叛逃 正在准备毒酒 届时要毒杀萧国军内部 所有的北方人 只留下南方人 消息一出 便在萧国军内部迅速传播 士兵人人激愤 心生叛逸 3月10日 司马德堪见时机成熟 并召集所有萧国军的军官 向他们安排兵变的具体部署 各军士族纷纷应命 与此同时 江阳长张慧绍飞奔至培运处 告知培运萧 萧国军即将谋乱 培运大惊失色 计划缴照 调动江都城外的军队 逮捕宇文化吉等人 随后率兵入宫 救援随扬帝 当培运将想法上报给于士基时 于士基却认为消息不实 压下了培运的计划 当天夜里 城门狼唐凤义在关闭城门后 却没有上锁 至三更十分 司马德堪在自己的东城府衙内 召集了参与兵变的数万名士兵 众人高举火把 与城外启事的军队相呼应 共同向随阳帝所在的江都宫进发 江都宫内 随阳帝看到了远处火光应天 急忙询问宫外发生何事 正在当值的直阁裴前通撒谎说 是草坊失火 外面人正在救援 此时 宇文志基和孟炳已经在宫外 劫持了正在巡逻的江都宫进军 并分兵控制了城内街道 在中外通讯断绝之下 随阳帝无法获知实情 便听信了裴前通的说法 随阳帝的长孙燕王阳潭 察觉到了宫外的异动 急忙前往玄武门 炸成自己中风 要见随阳帝最后一面 原本玄武门的守军 是随阳帝的保命稻草 数百名吉士 但宇文化吉早有准备 他已经收买了随阳帝身边的司工卫士 让卫士在兵变当天早上 假传随阳帝的照命 令所有吉士全部外出 于是 燕王阳潭的求见被裴前通获知 裴前通派人将羊潭扣押 至十一日清晨 天还未明 司马德勘率领的军队进入江渡宫 在裴前通的接应下 将整个工程内的士兵全部换防 右屯卫将军独孤胜 察觉到情况不对 来不及披甲 便带着十余名亲随 阻止裴前通的行动 结果因人数相差悬殊 独孤胜被乱军所杀 迁由独孤开远 此时带领数百名店内兵 来到悬缆门外扣击宫门 高声呼喊说 麾下士族兵甲上权 足以击破叛军 只需随阳帝能出面主持大局 人情自定 不然将大祸临头 但此时 江都宫内已被萧国军占领 独孤开远的喊话 迟迟得不到回应 麾下士兵逐渐散去 独孤开远也被萧国军索勤 随后 司马德勘领兵由玄武门 逼进随阳帝的寝殿 随阳帝这才发觉店外的变故 慌忙换了服装逃往西阁 陪前通远里派兵 撞击东阁大门 卫士从内部将门打开 萧国军进入后 四处询问随阳帝所在 一名美人指向西阁 校尉令狐行达 立刻拔刀上前 将随阳帝请出 当随阳帝看到 是陪前通领兵后 不解又失落地问道 卿是我晋王府中的旧部 为何要反 臣不敢反 只是萧国军将士司规 来迎陛下返回京市而已 好 等到天亮 孟炳派贾奇 前往宇文化吉府上迎接 此时的宇文化吉 尚不知政变结果如何 在家中吓得浑身发抖 说不出一句话来 见有人前来接引 宇文化吉口中不断念叨着罪过 随贾奇前往江都公 与此同时 司马德勘用马驮着随阳帝 在萧国军面前巡游一圈后 便将他押回寝殿看牙 随阳帝问道 我何罪至此 参与叛乱的马文举说 陛下围契宗庙寻游不息 外征贫贫 内疾奢淫 是钉状尽死于兵刃 女弱皆田于沟壑 势能工商丧其业 最终盗贼封起 还专任奸宁小人 是非巨贱 何谓无罪 我确实有赋予百姓 但你们这些人 皆受我恩宠才有今日 为何要反 今日之事 谁是主谋 一旁的司马德勘立刻说道 普天同院者 何止一人 这时 宇文化吉叫来封德仪 让他隶属随阳帝的罪状 但封德仪此前 也是深受随阳帝的器重 随阳帝对他失望地说 轻视世人 为何也会如此 封德仪顿时满面羞愧 退了下去 随阳帝幼子 年仅12岁的赵王阳稿 在继上一次 燕门之围哭着出场后 这一次 又迎来了悲剧人生的 至暗时刻 伏在随阳帝身旁 痛哭不止 不久 裴前通得到宇文化吉的示意 上前将阳稿杀害 随后就要处决随阳帝 随阳帝自知必死 对众人说 但马文居等人 担心随阳帝另有他谋 拒绝了这个提议 并让令狐行达 将随阳帝按着坐在原地 随阳帝只好解下头巾 交给令狐行达 令狐行达便用这条 白色的头巾 将随阳帝一杀 终年五十岁 萧皇后和几名宫女 用七床板 为随阳帝制作棺材 将他和赵王阳稿的灵鹫 暂且停放在了 西院流珠堂内 这位曾雄心壮志 闭腻天下的一代帝王 自此退出历史舞台 在他身后 随王朝这座高楼 也争摇摇欲坠 2013年2月 扬州市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人员 对扬州中兴海上子郡 项目建筑工地中 发现的一座随带墓葬 进行经历 这座墓葬共有两个墓室 其中的随葬品并不算丰富 墓室一里的遗骸 仅存两颗牙齿 墓室二中有一具人故 可惜保存情况较差 仅存四颗牙齿完整 但其中 一条天子级别 十三环叠蟹金玉带的发现 彰显出墓主人身份的尊贵 最终 经过考古学者的认定 墓室一的墓主人身份 是随阳帝 而墓室二中埋葬的 是随阳帝之妻 萧皇后 网上盛传这个楼盘开发商的老板 名字叫杨勇 但至今为止 我没能找到确切的工商信息 或者官方报道 这一传言 暂且无法被证实 随阳帝被杀后 萧果军玄疾在城中 捕杀随阳帝的亲属 近尘 被废的蜀王杨秀 及其子七人 随阳帝之子 齐王杨俭 及其子两人 连同燕王杨潭等宗室 外戚 内使侍郎于士基 御使大夫裴韵 左翼卫大将军 莱护尔等人 尽数被杀 裴韵在临死前感叹 是于士基 断送了自己的生路 于士基之地 于士南 请求替兄赴死 结果被于文化级拒绝 而皇门侍郎裴举 则因早就察觉出 局势相变 就在日常 对萧果军将士 多有关照 加上他曾建言随阳帝 为萧果军士兵昏陪 小军士兵对他颇有敬意 待于文化级前来时 陪举主动来到马前 向于文化级行礼 这才保住性命 于文化级自称大丞相 总百魁 立隋阳帝之地 杨骏之子 秦王杨昊为帝 至四月底 已经禁绝为唐王的李渊 谢绝了朝廷赐语的 九次封杀 但紧接着 他便听到了 最重磅的消息 隋阳帝被于文化级所杀 李渊立刻嚎啕痛哭 但大家懂得都懂 半个月后 公元618年5月14日 隋公帝杨幼 便乖巧地上位于唐王李渊 六天后 李渊在太极殿内 正式登基成帝 士为唐高祖 定国号为唐 改元武德 间接着 洛阳留守官员 便拥立了岳王杨栋为帝 改元皇太 追视杨广为隋明帝 妙号士族 至同年九月时 李渊为杨广上师号为杨 而宇文化级则毒杀杨浩 自立成帝 公元619年6月 王氏充派人向杨栋送去毒酒 这次隋朝宣告灭亡 立国38年 罡便 抢 犹豫 be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